这是一份日薪十万的工作 条件是必须戴着这种口罩 吃饭也得用狗盆 走路也必须像狗狗一样爬行 甚至交流也得用口罩 这样的工作你愿意吗 小帅自打有记忆以来 一直生活在这家公司里 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 每天枯燥乏味的生活让他十分疲惫 他不明白为什么每天都要戴着口罩 但又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不戴口罩的下场都不怎么样 随着喇叭里的狗叫声响起 这是集合工作的信号 员工们纷纷开始了工作 一时间房间里狗叫声瓷器礼服 小帅刚想摸会鱼 却看见一个人被铁链捆着 是他新来的同事 不一会儿屏幕播放起了广告 里面介绍的正是自家的产品 一种名为快乐伙伴的罐头 这种罐头不仅十分美味 吃完还可以减少烦恼和忧虑 紧接着老板走上了台 准备开始今天的画饼工作 却不料刚一开口 就被一名员工给打断 你们这是狗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人强制带了下去 而此时老板面带微笑 仿佛对刚刚的事情置若网闻 他提醒所有员工们 既然围狗就要做好狗的本分 如果再说人话的话 下场就会和刚刚的员工一样 被改造成一条真正的狗狗 本以为这能威慑到其他员工 不曾想老板话音刚落 意外却再次发生 是今天刚被送进来的员工 你有什么意见啊 他的这种行为 无异于是对老板全力的挑衅 老板再也挂不住笑容了 直接吩咐手下将他带到办公室 随后拿出公司生产的罐头 原来这种罐头里 添加了麻痹神经的药剂 而一旦摄入含量过多 那么人的大脑就会逐渐失去思考能力 等到最后就会乖乖听话任人宰割 而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多数的人 能够服务听话于一小部分人 只见老板将要倒入罐头中 随后强行喂进他的嘴里 等到几分钟后 他的意识就会开始消散 而到那个时候 真正的惩罚才算开始 女孩别人摁在沙发上 身上被绑满铁链 脸上还戴着一个狗罩 男人拿出一个罐头和一瓶药剂 当着女孩的面将两者混在了一起 随后强行喂进他的嘴里 没一会儿的功夫 女孩便安静了下来 之前的反抗与叛逆全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迷离与顺从 原来这是一家奇怪的公司 他们的员工全都人母狗样 不仅吃饭像狗 甚至走路 说话都保持高度一致 而不听话的下场 除了和女孩一样吃下罐头 还有就是被改造成真正的狗狗 这天午休时 女孩朝着仓库偷偷爬了过去 小帅则是一脸好奇 也跟了过去 眼前的女孩怪异的举动 已经吸引了她的注意 却不曾想女孩来到仓库后 直接从架子上拿了两个苹果 还把其中一个递给了小帅 这可把她惊呆了 作为公司的土著 从小到大她就没吃过罐头外的食物 见到小帅这种反应 女孩也是边吃边抱怨起来 要我们学听人话 又不让我们讲人话 只学狗教 我整天都是鬼东西 午休很快就要结束了 女孩将没吃完的苹果又放了回去 随后爬回了宫位 小帅则是把苹果揣进了口袋 等到了晚上 他仔细地盯着眼前的苹果 果香不断地散发着魅力 这是小帅从未闻过的另类芬芳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口咬向了苹果 结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三两下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等到了第二天 管里发现了残缺的苹果 准备挨个筛查 小帅听闻吓得直哆嗦 微微颤颤地刚想举手坦白 不料女孩却率先站了起来 主动承认了是自己偷窃 还示意小帅不要站出来 就是这个举动 直接俘获了小帅的芳心 眼前这个洒爽美丽的女孩 已经深刻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而女孩这边并不好过 她再一次被带到了办公室里 喝下了带有麻痹神经的药剂 并且受到了十分残忍的惩罚 等到了下午的时候 到了公司集体培训的时间 所有人都排成一排爬向了会场 就在这时老板发话了 眼前这群人姿态诡异 他们全都戴着狗吐口罩 口吐舌头趴在地板上 随着老板一声令下 他们开始吐舌头 转圈圈 甚至四脚朝天 宛若一只只活脱脱的狗狗一样 只要表现好的员工 就能得到老板投喂的罐头食物 而小帅却对一旁的女孩情有独钟 忍不住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而老板这时走到她跟前投喂 不曾想小帅下一秒便都吐了出来 因为她知道这款罐头加了 能够麻痹精神的药剂 而老板这边来到女孩跟前 手里沾满食物欲要调性女孩 不料却被女孩咬伤了手指 愤怒的老板当即命令手下 将女孩送到她的办公室 打算和往常一样 给她一点教训 见到心爱的女孩受此屈辱 小帅再也忍不住了 而在公司说人话 是违反了公司的头等大忌 惩罚则是接受改造 就这样小帅变成了真正的狗狗 女孩对此感到十分羞愧 每日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脑海里时不时闪过以前的快乐时光 在思虑很久之后 女孩当即做出决定 趁着午休的时候 她悄悄地爬到了龙房 抱出了变成狗狗的小帅 打算一起离开这里 却不曾想触发了警报 而刚一打开门 老板便守在了外面 但她显然低估了女孩的决心 直接她掏出一瓶药剂 正是他们罐头里加的 能够麻痹神经的药剂 周围的人闻到味道 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只见女孩将药剂全都泼在老板身上 一时间所有人朝老板扑了过去 就这样 老板死在了平日里 她训练的员工口下 女孩则是马不停蹄地继续逃脱 然而外面一群黑衣人一字排开 手里还拿着枪支 女孩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 索性摘掉脸上的狗罩 生命的最后 她想为自己而活 黑衣人二话不说举起手枪 临死之际走马灯快速闪过 女孩的脑海里是蓝天白云 自己躺在青草地上 没有过多的束缚 紧接着枪声响起 鲜血飞溅在如棉花般的白云上 女孩的梦终究只是梦 她还是没能逃离这般囚龙 也不曾再次见到屋外的景色 电影 狗罩 以诙谐的手法 讽刺了社会上一些企业单位的不良作风 这边强烈建议转发给你的老板看 让他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